啊 啊 耶 其實懷孕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是主意蛋白質的攝取量 因為很多媽媽是以為要吃雙倍的份量 因為養多了一個人在肚子裡 但其實吃太多碳水化合物或者脂肪 很多時候都會肥在媽媽裡 而幫不了嬰兒 所以蛋白質很重要 除此之外一些重要的脂肪酸 鈣質 鐵質這些 其實都會建議媽媽懷孕的時間 是要補充多一點的 還有纖維也是 因為很多媽媽都會容易有便秘的情況出現 所以都是懷孕的時間 盡量吃高纖維 蔬菜水果這些都要攝取 就會很多 其實早餐的時間 都是可以吃一些蛋白質 透過泡沫有脂肪類的食物 我懷孕的時間 就會吃一些小米黎麥粥 我會加一些乾果 例如毛花果乾 或者提子乾 這些食物 增加鐵質 纖維糧 我當時有個小食給自己 即是早上的時間 我會吃一些乳酪 有時我會加一些奇亞子 或者加一些果仁 但乳酪就最好選一些無糖乳酪 因為太甜 也會影響媽媽本身的體重 午餐我都是吃一些飯 但盡量吃得多蛋白質 我就加了一些泥物 泥物糙米飯 都是會有蔬菜 還有蛋白質 有時可能會吃一些豆腐類的製品 或者是吃肉的媽媽 可能會注重吃一些雞肉 豬肉 甚至乳肉 這些都是錯的選擇 午餐通常就是差不多 下午茶這時可以吃一些水果 因為都是要吃夠兩份水果 如果你想吃多一點 我自己當日會補充雞蛋 一隻雞蛋 或者是一杯大麻子奶 或者是燕麥奶 晚餐也是和午餐差不多 我記得我懷孕 最後一段時間 我會吃糖水 但我多數是自己家裡煮 就會吃一些補充糖水 一來補充蛋白質 二來也是聽老人家說 可以清開毒 它都有這個功效